最近前门开了一个美食街 那里的小吃啊 那真是太多了 这个地方我绝不能错过 今天我带您看过去 走 今天热心观众宝生 带咱们找到了一家正宗老北京炸糕店 这炸糕可是在老北京小吃里的元老级人物了 光是看着排队的人就知道 这炸糕有多火了 瞧瞧 这金灿灿的炸糕 薄薄的皮儿 胖胖的小肚子 这里面又装满了香甜可口的豆馅 味道一定不一般 太棒了 这皮儿啊脆脆的 馅儿啊甜甜的 太地道了 真好吃啊 瞧瞧宝生吃的这个香啊 看来这炸糕啊 不光是外表好看 味道更是香甜 宝生为了能揭秘到这炸糕的秘方 还请来了炸糕新的第三代传人新师傅 看来宝生这是准备 百师学艺了 新师傅 您那炸糕啊 那真是太好吃了 太地道了 您教教我怎么做 那不行 那这是我们家的祖传不爱团的人 新师傅 我拜您为师 我学会了 我保证不给您丢人家 那行 学的你有诚信诚意 那我就破一次力 收你为头去 得了 收坑一半 到底是什么秘方 让咱这炸糕这么薄 这么酥呢 怎么做的米才能称得上是水磨姜米呢 咱们赶紧往下看吧 我知道这炸糕啊分好多种面的 这面那什么面都有 咱今儿用什么面做炸糕 咱们家做的是姜米面炸糕 姜米面 这姜米我知道 还分两种 一种是长粒的 一种是圆粒的 那今儿咱用哪种啊 没错 咱们家选的是长粒的 长粒 那那为什么呀 因为长粒的米脂啊 比较这个硬 所以说咱们家炸糕的外酵里嫩 它有这个脆度 观众朋友 您听见了吧 这长粒姜米 就是让炸糕外酥里嫩的秘方 敲门 选长粒姜米制作炸糕 会让炸糕更加酥脆 姜米啊 我准备好了 我这就磨它去 那不行了不行 这个姜米第一步 现在用水泡制 还得泡它 为什么泡它呀 泡制啊 就是第一个 因为咱们家的姜米 特点就是水满姜米 所以泡完之后呢 能增加它的柔度和这个粘度 那我再问您 说泡这姜米得泡多少时间呀 大概得两个小时吧 姜米要先泡制两个小时 这是为了增加姜米的粘度 让炸糕的口感更加软嫩 瞧 用手一碾 能碾碎就可以了 之后再用炸汁机 把姜米炸成这样的西周状 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水墨姜米了 姜米炸好以后 我们用替布淋去水分 然后按照春季的温度 我们把米姜发酵三天就可以了 新叔 这个米姜啊 弄好了 咱接下来是不是就该煮这豆子了 对 没错 行了 新叔 我接下来我就先烧壶开水去 那我先怎么样 这个豆子 煮这豆子 要是凉水下锅 有两种好处 第一个凉水下锅 这个豆子呢 给你一个浸泡的时间 还有就是这样豆子煮来容易烂 老师 这回你知道你煮的豆子 为什么不烂了吧 巧门 煮豆子时我们要用凉水下锅 这样豆子会更容易烂 新叔 咱们接下来不是炒糖啊 对 没事 炒到后就倒了就行了 烂不接那么烂 首先先放一点油去 哦 还得放点油 对 没错 放油啊 放点油啊 就是什么呀 它起的不抓锅 哦 不粘锅的锅 不粘锅 哦 放点油 在锅里放入少量的油 把红糖煸炒一下 炒出糖香味后 和红豆一起搅拌 新师傅 这里还教我们了一个 让豆馅更香甜的小窍门 就是往炒好的豆馅里 加入适量的桂花 馅料提鲜小窍门 往炒好的豆馅里 放入适量的桂花 面和馅我们都准备好了 下面就开始包炸糕了 因为我们发的面会有点酸 为了中和一下 我们再往里面加入少量的碱 这最好的面 最好的面 临拿面之前啊 摸这油 因为这水面浆米的面很黏 所以摸这油呢 它就不粘熟了呢 敲门 我们在拿面之前 为了防止面粘在手上 在手里抹一点油 那我们要拿多少的面才合适呢 大概一两左右 一两左右 少点 然后把馅抹进去之后 一点一点的 手让它转起来 转起来 这样这个馅自然就进进来 然后再收口 把这个面干的把它掐掉 我们只要像包包子一样 先拿一两左右的面团在手里 然后再放入豆馅 一边转着面 一边填豆馅 这样豆馅很容易就包在面里面了 最后我们就把面头去掉 这样一个完整的炸糕就做好了 瞧瞧这边宝生笨手笨脚的样子 新师傅一个手就能包好的炸糕 宝生两个手还要忙活半天呢 但是电视机前的您 一定不要认为这炸糕不好包 虽然咱的手法可能和宝生一样 没有那么熟练 但是咱只要按照新师傅教的方法包炸糕 也一定能做出外皮酥脆 豆馅香甜的炸糕来 炸糕咱都包好了 下面就可以下锅炸了 炸炸糕的油温 我们要控制在180度左右 什么是180度呢 别瞧咱这油锅里开始起小泡 这油温就正合适了 咱这炸糕就可以下锅了 瞧瞧这一个个酥脆皮薄的炸糕 胖胖的小肚子里面装满了香甜可口的豆馅 吃起来啊 一定会又香又脆的 电视机前的您 赶紧动手试试吧 做出正宗老北京炸糕的窍门 一 选长面姜米 制作炸糕 会让炸糕皮薄酥脆 二 煮豆子时 我们要用凉水下锅 这样豆子更容易烂 三 为了让豆馅更香甜 加入适量的桂花 四 包炸糕的时候 为了防止面粘在手上 往手里抹点油 哎 难受死我了 哎呦 难受死